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一眨眼,玄冰和孙艺珍公开结婚已经两年多了 两人每次同框还是会引起网友的热议 因为实在是太太太太甜了 众所周知,玄冰和孙艺珍是2018年拍摄协商才认识的 但其实,早在2014年,他们就已经同过框 当时两人都盛装出席了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 并在完全不熟的情况下 拍摄了一堆甜度不输婚礼现场的照片 前段时间还有网友拿出了两人的童年照对比 眉眼,表情和穿搭几乎一模一样 这,任谁看了都要说一句命中注定吧 和玄冰在一起应该会特别有安全感 他会在公开场合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是被爱包围着的 爱的迫降播出后 玄冰和孙艺珍有了更多的同台采访机会 每次回答到与剧情孙艺珍有关的话题时 他都会朝他看一眼 刚开始还觉得这只是单纯的尊重 知道看到他们的沙发谈话 才惊觉这眼神宠溺的不像话 在这场谈话里 玄冰每次说话都会瞅击眼孙艺珍 既是寻求认可 也是一种依赖感 在很多花絮里也都能看到玄冰的小动作 拍戏笑场时 他下意识地把头往孙艺珍那边靠 感觉就是没控制住的真情流露 孙艺珍不知所措的时候 玄冰搭着他肩轻轻抚慰 标准抱拟友姿势 全然忘了自己身处偏长 公废恋爱未免太好客了 而且玄冰对自己喜欢的人 偏爱得很明显 有人那就曾在节目上 间接索证了这一点 他和玄冰合作的时候 衣服上落了一点点灰尘 玄冰是怎么做的呢 把姐姐的造型师找过来处理 很礼貌很绅士 到了孙艺珍这边 画风就完全变了 孙艺珍拍戏头上落了雪 玄冰直接帮忙整理 在看宣传器物料 和朴欣会合作的时候 整个人看起来有些拘谨 拍物料时也很有分寸 不会踩过剑 跟孙艺珍一起宣传的时候 状态明显就放松了许多 甚至因为看孙艺珍的频率过高 获得了玄丁丁的称号 两人第一次合作结束之后 超级慢热的玄冰竟然在媒体面前坦然表示 要是能在同一空间里看着他的眼睛 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来合作就好了 公开恋情之后 唐发的则更频繁了 此前有路人到一家小餐馆打卡 顺手把店内的签名墙也传到了网上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其中一张签名是由玄冰和孙艺珍共同写下的 打卡日期为2021年3月6日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被网友抓包 再次之前就有网友发现他们探店的照片了 除此之外 玄冰还经常陪着孙艺珍一起去打高尔夫 以前总这么传 现在当事人直接坐实 妙啦 玄冰是照顾女友的一把好手 爱的破响里有一个画面特别戳人 李正赫离开势力前 给他家里买了很多吃的放在柜子里 柜子完毕后 突然又把最下层的杯子拿了出来 重新把零食放在了他够得着的地方 这种细节 如果不是日常生活中特别留心观察 是很难考虑到的 不得不说 看这两个人谈恋爱 实在是太赏心悦目了 玄冰南韩四大公开财产之一 孙艺珍笑容至欲的国民初恋 他们俩在一起 用两个词形容大概就是势均力敌 一起绝成 凭借爱的破奖 获得2020年度亚洲明星最高演技大赏奖项的玄冰 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特别点名感谢了孙艺珍的贡献 两个人携手走向顶峰 一起变得更好 这就是彼此成就的最佳诠释了吧 这种势均力敌的爱情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玄冰 在选择代言时 他会偏好那些理念相似 和他心意的品牌 比如有着最好的 在一起创造更好的 Slogan的科沃斯 选兵管轩成为全球品牌 科沃斯代言人 代言地区包含韩国 泰国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轰动 上个月孙艺珍参加一个韩国电影节 采访时说的一句话 直接上了热搜 他说 我和丈夫之间是命运 孙仙海夸老公又高又帅又可靠 甚至现场表示 希望大家都可以结婚 多生几个孩子 辛苦是肯定的 但也很值得不是吗 妈呀是有多幸福才会说出这种话 选兵和孙艺珍婚后十分幸福 结婚生子以后 两人就很少出现在荧幕上 如今天都满周岁之后 夫妻两人已经付出排局了 与此同时 大家都非常好奇他们以前的感情事件 于是翻出两人过去的访问 看完都惊呼选兵简直是宠妻魔人 今天就为大家一规选兵的感情观 与历年的绯闻女友 看看他是如何看待爱情的 选兵的感情观 一相信命中注定 一见钟情 在过去的访问中 选兵表示自己相信命中注定 一见钟情 这样命运般的爱情 但他未曾遇到过 选兵透露 自己从小就对爱情不太了解 甚至没有可以称得上是初恋的对象 长大后 他有了谈恋爱的经验 因为对对方产生好感而在一起 交往的过程非常幸福 但分手后 他却会疑惑 这是爱情吗 选兵不断摸索爱情的模样 而最后他遇见了命中注定的孙一珍 选兵的感情观二 渴望组织家庭 选兵曾在访谈中提到 他非常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庭 在他的人生计划中 30岁前努力工作 30岁后则是与心爱的人 组织一个平凡且幸福的家庭 而即将迎来40岁的他 终于要实现他的愿望了 粉丝们都非常替他与孙一珍感到高兴 选兵的感情观三 不希望私生活被过度曝光 选兵向来是一个十分低调的艳员 对于他的恋情被公开 他叹言 只好顺其自然 虽然他的恋情无法隐藏 但他也不想过度曝光自己的私生活 所以在与孙一珍公开恋情后 他们都甚少一起公开露面 选兵不希望大家是因为他的八卦而喜欢他的 更觉得如果把私生活都公开的话 感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透过演技展现给大家 选兵的感情观四 爱情犹如马拉松 选兵曾把爱情比喻为马拉松 马拉松是一个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的运动 他提到选手们在起跑时体力和心理状态都很不错 但沿途会经历多次的上坡下坡 也会感到辛苦的 这就好比经营一段感情的不容易 他更表示最后就像跑到终点一样 爱情就会结出婚姻的果实 另外选兵更认为婚姻又是另一场马拉松的开始 婚姻并不是一段关系的终点站 也需要经营与维系的 选兵的感情观五对婚姻的追求 选兵认为爱情和婚姻对他同样重要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 而且他不希望自己的婚姻走到最后只剩下亲情 反而会希望和另一半永远有爱情的感觉 选兵的感情观六宠妻魔人 选兵透露在爱情中他会更在乎另一半的感受 想要照顾和保护对方 所以在婚后他认为自己一定会凡事都听老婆的话 重视老婆的看法 而且他觉得作为丈夫要有责任心 才能让妻子信任 选兵提到他曾听过一个说法 能让女人耀眼的三个要素 衣服厨艺丈夫 因此他会比单身的时候更努力 希望能成为让妻子耀眼的丈夫 网友们听后都惊呼 选兵简直是宠妻魔人 选兵的理想型 大家都非常好奇男生选兵的理想型 选兵曾提到外表并不重要 但希望对方是个热爱自己职业 有想法和情商的人 他也了解到自己职业的特殊性 所以渴望对方是个既独立 又能接受他的工作的女生 而且能在背后支持着他 现在看来同为演员 且十分优秀的孙艺珍 正是选兵的理想型呢